真是卓绝非凡 傅恒连连集结赞赏 连这三个人是邪教徒也忘了 高兴的对身边几个从人道 我在北京见过多少走百戏的 今儿才大开眼界 正说笑 娟娟从大包里取出一个盘子 飘高对众人笑道 我们是行道人 不畏卖艺 列位知徒皆善缘 脸钱不图糊口 只为看官求福免获 各位随心不失 不计多寡 那看热闹的 见收钱顿时去了一大半 倒是妇女们在这上的大方 有的丢铜鸽 有的拔下头上银簪 恭恭敬敬放进去 但收到傅恒面前 傅恒盲摸袖中 却是二十两一钉的金颗 放进去嫌太眨眼 不放吧 又觉得过也不去 略意迟疑 娟娟已经将盘子移过 傅恒此时离娟娟极尽 细看时 柳叶梅 弯月木 漆黑的铜仁 波光灼人 端得艳若桃里 神情间却又冷似冰霜 傅恒不由自主 急忙取出那顶银子 隔着人放进盘子里 轻声道 姑娘置点行头 飘高见傅恒出手大访 过来打了一击 说道 贵人肯结这样善缘 俯首无量 还想看娟娟练功 请随一点 傅恒笑道 我是什么贵人 犯茶叶 犯瓷器 弟弟道道一个商人罢了 方才见娟娟姑娘 见舞得极好 毕竟在绳上受拘束 要在平地起舞 必定更为壮观 若肯为我一展风资 那就真的是 眼浮不浅了 飘高正要答话 便听东边街口 罗生筛的山响 几个牙翼提灯鹤道 后边两城轿 威夷而来 十家几十名家丁 站在大灯笼下 吆喝着碾人 都去入席 快点快点 一个臭玩摆戏的 有什么好看的 石老太爷 请县太爷来了 于是连剩余的观众 也纷纷离去 傅恒见娟娟和那个矛头小子 在收拾场子 便走过去问道 你们住哪家客店 飘高笑道 出家人随遇而安 我们住在镇东观地庙里 您想看娟娟武剑 只好到我们下处去了 傅恒笑道 那索性再接点福源 我在这店里包了一个小院 有空余的房子 请搬过来住 店钱赞让我付 飘高也不慎推辞 只叫娟娟收拾行头箱子 又吩咐那个矛头小子 邀请你去庙里 把我们的铺盖取来 收拾完箱子 便随傅恒进店 傅恒将那西乡三间房 给了他们 自命上房 命仆人伴酒 又命多买几只蜡烛 里外点得亮亮的 我们好关键 无瞎子见飘高他们 还没过来 凑近了道 六爷 嗯 小心着点 嗯 江湖道上 从没听说过 他们这一套 不是正经功夫 傅恒点了点头 轻声道 我想问问 他们叫里的情形 他们和我没有仇 又是我请来的 断不至于骗我们 话没说完 飘高已经进来 便止住了 笑道 请坐 真是有缘 今儿像是八月十五 大好的月亮 我们就在这檐下 吃酒赏月 观舞剑 做一戏畅谈 也是一大快事 飘高看一眼 漠然不语 静坐一旁的无瞎子 仰脸道 请叫二位贵人 遵行大名 不敢 毕姓诗 明勇 无料 人称无瞎子 无瞎子冷冷说道 本明我反而不受用 你怎么就认定了 我们是贵人呢 飘高道人只微微一审 说道 无瞎子 自然不是等闲人物 你一定有点正经功夫 不然凭什么天下标局 黑白两道朋友 都捧你呢 无瞎子想不到 连悄悄话都被他听了去 心里更是警惕 黑黑一笑 试探着问道 那 飘高道长 你是哪个道上的呢 我是黄道 飘高大笑说道 我是正阳教传教使者 发愿以身济世 隔骨一人 弯心四婴 与善缘则木化 与灾恶则救度 行的是堂皇正大之事 报的是安性晚节之志 有什么见不得人处 要人小心着点呢 道长本领实在神乎 我们出门在外的人 乍风生人 背地里提醒一下 也是常情 是吧 父皇也笑道 不过 我方才听你说的正阳教 似如似道似佛 又不如不到不佛 是不是白连一派呢 对此我不甚明白 随便问问 飘高念须叹息说道 大道多徒 哪能一概而论啊 恰恰相反 正阳教是反白连教的 我们就是歌里头说的明白 遂似永思唱的 轻轻哼了起来道 白连教 下地狱 生死受苦 白连教 转回生 永不翻身 白连教 哄人家 钱财好物 反王法 拿住你 苦害多人 傅恒不知怎的 听了反觉安心 见姚琴已经回来 家人已在 眼前摆好 瓜果菜 酥茶酒 傅恒笑道 我们都是 绞刑商骨生意人 管他什么 这叫那叫 来来来 入席 请飘高 入了客席 自珍了一杯酒 盆给娟娟姑娘说道 一杯水酒为谢 请姑娘 大展才艺 娟娟双手接过 看了看飘高 剑飘高 微微点头 举杯一眼而尽 低声说了句 谢谢 将被递回傅恒手中 月色下 只见他那牵手如玉 荧光洁白 傅恒不禁一呆 却听娟娟娟 娇齿一声 安坐看见 轻声一跃向后退 已到天井正中 一个魔女飞天 两柄荧光闪闪的宝剑 已琴在手中 却是身随剑翻 批刺玄霄 两手手法不同 风起雪飘般 已在天井中 周行一扎 无瞎子是此中行家 坐在一旁 直背沉吟 见这剑法 既非太极 也非峨眉 非柔云 非昆仑 以他俯似之广 竟不知娟娟使的是什么套路 一眨眼间 娟娟已变了身法 两把冷森森的宝剑护住身子 陀螺般旋转成一团银球 一股股旋风 阵阵袭来 无瞎子不禁拍眼叫绝 好 牵手观音手法 这太好力 只怕不能持久 石先生 有厌吗 飘高道人 向傅恒问了一句 见傅恒去经 会神的观看 竟没有听见 又说了一句 傅恒才从 惊愣中 清醒过来 啊 你要厌吗 便回身吩咐 把马搭子里的那方大雁取出来 还有纸笔 我有用 小妻子在旁边答应一声 去雁台摇水磨磨 好一阵子 磨了半雁池墨汁 傅恒提笔要写实 飘高不言声 一把抓过雁台 把半池墨汁 豁得 颇向正在五箭的娟卷 众人惊呼一声 猝不及防 那墨汁被剑挡住 击得四箭开来 严下人躲避不及 脸上 手上 衣服上 到处都站得斑斑墨汁 正惊诧间 涓涓旋转剑慢 忧得收住双剑 合剑入鞘 向严下众人 功身礼拜 仍是一副 冷峻庄重神态 一时众人才醒悟过来 齐声鼓掌大叫 好 呀 傅航起身 下街几步走向 卷卷兜了一圈 裹剑半点墨汁 不曾灼身 连连摇头皆探 如此绝技 岂可埋明珠于尘世 飘高在上面 对吴瞎子道 吴先生 我说 施先生是贵人不假吧 茶叶瓷器贩子 恐怕说不出这个话来 吴瞎子只是浊酒不语 傅航命小妻子 重言莫来 我来了失信了 上访几个人 历史摆桌子铺宣纸 忙碌起来 倦倦似乎此时 才认真看了傅航一眼 立即低头背转了脸 傅航在庭院里 布月银额 额眉有英雄 婉庄织粉布 短鬓红衣上 窄袖缠绵腹 被人锦香裙 端旁莲花鳄 请未当宴舞 作此凉宵月 曲莫泽雁池 原味诗性多 小丽记无言 左右是斩拓 微卓满靴间 彻手忽然坐 出入双玉笼 盘空斗拿绝 渐如垫痞链 玄绕分交错 须于不见人 一片寒光丽 直上经圆堂 横来清艳略 胆落鱼入愁 心折壮世作 迎同梭尔内 兼人颤欲虐 莫洒披空去 清进燕池河 霸舞视其身 点墨不曾浊 引到此处 似乎已经截篇 父皇凝视着 娟娟又慢慢引到 燕然 倪人怀 腰之瘦如霄 引完便上街 环笔集书 一气合成 待提款 却又迟疑了一下 写道 中秋夜 月下观美人 娟娟舞剑诗 将这幅 墨之淋漓的字 交给飘高 飘高笑着 对娟娟道 这也是 我见你舞得 最好的一次 不忘了 诗先生这篇诗 娟娟不好意思地 凑近看了看 他的目光 毅然一闪 又偷瞟了 富航一眼 假上泛起了 红韵 似乎不甚感慨地 轻叹一声 傅又小声道 先生 这个 送我好吗 当然 富航笑颜颜说道 就是写给你的嘛 还要说话 突然听外面街上 沸凡迎天地 响起一片叫喊声 一群人大呼小叫着 涌进前院 富航皱着眉道 起反了吗 小妻子去看看 小妻子答应一声 还没走过二门口 十几个衙役 手里举着火把 一拥而入 小妻子还没来得及问话 被一个标形大汉 只一嗓 嗓了个四脚朝天 小妻子跟着富航 作为作福惯了的 哪里肯饶让这些人 顿时破口大骂 王八蛋 不识字 也默默招牌 就敢到这儿来欺负人 我操你们邪奶奶的 这就造反了吗 一个扳头模样的衙役 一把提起他来 照脸就是两个嘴巴 顺势一推 兜屁股又是一脚 踢着小妻子趴在地上 半嗓动弹不得 那丫头瞪着眼 扫射了一下傅恒等人 叫过一个庄丁 说道 你上去认凶手 是 是 蒋班头 一个庄丁 鹰一声出来 静到街前 在亮晃晃的灯下 须着眼 一个个看人 半嗓突然倒退一步 惊慌失措的 指着摇琴叫道 就是他 蒋班头 宁笑一声说道 人生三尺 世界难藏 真是一点不假 将这群人统统拿下 梦浪了吧 身后一个人 突然冷冰冰说道 蒋班头一回头 见一个黑矮 个子站在身后 不禁问道 你是什么人 党汉吗 傅恒见此人是无瞎子 不知什么时候 已经栖身绕了过去 无瞎子又道 你们要做什么 有话慢慢说 怎么抬手就打人 打人 蒋班头咬着牙道 杀人凶手就窝在你们这 我还要抓人杀人呢 不由分说 一个冲天炮 打向无瞎子泪肩 谁料 拳头着身 却如打在生铁钉上 几个趾骨 历史疼痛难忍 蒋班头一闪身 拧眉 传目的揉搓着 脱了旧的手 向众人吆喝道 糟打 十几个牙医 历史一窝蜂地窜上来 将无瞎子围在中间 有的拳打 有的脚踢 还有几个蹲身抱腿 要掀翻他 那无瞎子一身硬弓 任任推打几拉 如生了根似的 纹丝不动 傅恒也有心 让他在飘高面前露功夫 半赏才道 老吴 不要计较他们 过来吧 无瞎子 闷吼一声 浑身 只稍一抖动 五六个牙医 一起四散开来 无瞎子 哼了一声 走向桌子 说道 讲打 你们惊得住 我一个手指头吗 他顺手取过 桌上九壶瓷盖 摘下盖上 那拇指大小的顶扭 拇指和食指 轻轻一捏 那石心的瓷钮 已纷纷碎成粉末 飘高见他如此硬弓 也自心下亥然 傅恒这才下接说道 我们是知法度的本分人 如果我的客人杀了人 我也不庇护 指着姚琴 问那庄丁 这么丁点大的孩子 你亲眼见他杀人了 是 那庄丁被傅恒的目光 射得有点发怵 迟疑了一下道 是他 杀的什么人 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 杀的是我们石老太爷 就是刚才在外头酒席上 傅恒突然一阵大笑说道 他就在这院里和我一处 寸步没理 拿不住凶手 就平白诬陷人吗 请你们县他爷来 我和他当面说 第十七章 月好不共有 钦差长探 临终献中心 皇帝复姑 讲班头 见傅恒这气度 摸不清来头 思量了一下 令人封了院子 便转身出去 一会儿 一个官员 夺着方部进来 站在眼前 向傅恒问道 您先生要见我 贵姓台福 请屋里说话 傅恒淡淡地说道 将手一让 又对飘高等人道 尸体不明 你们几个暂时回房 我和这里的县令谈谈 飘高一语不发 一摆手便带了 娟娟和姚秦进了西乡 一边打火点灯 一边目视姚秦 姚秦隔窗看看 外头无人笑道 我原本不想作案 娟娟舞剑 我抽空子去看看热闹 正巧遇见 石老头夺电 几个电户不一 和装钉丝打起来 叫人按到湿泥地里 灌泥摊 一群女人哭得漆黄 咱们是行义的人 我实在看不惯 就暗地里 给那糟老头子一标 本不想要他的命 谁知打偏了点 恰好正中他的咽喉 娟娟道 师祖有令 不许跟官家为难 你怎么敢伪令 打偏了 谁信你 真的是打偏了 姚秦熙皮笑脸道 你为什么向着官家 潘世杰那一传标 是谁夺的 官府这回子 还在缉拿你呢 我叫娟姐呀 八成是 他看了看飘高的眼色 没敢再说下去 娟娟没有称怪姚秦 也看了飘高一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